那可以請你評價一下就是今年美亞杯的路線 然後以及就是因為你一直以來都有參加美亞杯嘛 那你覺得今年路線跟往常的部分 之前跟前幾年的變化沒有太大 但是今年的賽道使用範圍會縮小 有些地方在使用或是健康 但是公里數並沒有短很低 但是它在原本的區域裡面多加了很多網道 所以今年的困難度真的是在轉彎 就是比轉彎的技巧 因為轉彎非常滑 需要把速度減到很慢再重新去 那轉彎技巧好一點呢 它可以不要減那麼多速度 但是有些人雖然轉彎反正它的艦性是挺難的 它可以在每個周圍上加速度 它是就是騎起來很高 經典的難度真的是在要一直轉彎 所以是減少加速的技巧 那以前的賽道可能是在打球 但是在更早以前的每一打飛機 我可能好久以前參加的時候 其實是繞到外面 繞到三角步啊 甚至要繞上第三角 那種超大拳 就是有好有壞啊 以前那種其實真的是很累 因為爬坡都很長 而且其實是水底 就是我們對一些攻擊拳手轉彎 是很大的一些 然後爬坡的強度會比較真的比較強 不過後來我覺得改進來這裡面 還是比較好的 就是第一個比較多的領導的路段 就比較相徵了越野賽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坡度 大小就很大 因為以前高到139的時候 要學接下來有一些上坡 不管是上坡也好下坡也好 波度都很大 然後速度會比較快比較不行 那至少在園區裡面 它的這個上下坡的部分 會太大 而且轉彎很多 大家速度不會壞太多 雖然轉倒也是過很多 但是轉倒就是在很慢的狀況下 是沒有危險的 然後觀賞性也增加 其實剛才就是組的比賽 所以每一圈大概都五分鐘 六分鐘就可以玩這一圈 所以觀眾可以在每一圈 一直看